平静淳浦的公家宿舍曾发生一宗离奇的失踪案件 传闻这里的管理员由于心下无子所以特别喜爱逗弄小朋友 小朋友回到家以后口袋里总会有一些来历不明的糖果或玩具 家长们也开始注意到小朋友身上有许多莫名的伤痕 直到有一天一名小女孩终于神秘失踪 管理员也不知去向 甚至有人猜测小女孩是被管理员杀害弃势的 到底真相为何 请看今天的灵异最前线 这边有没有 我还跳 我还跳 我找不到一个玩具 好可怕 我还没发现 不要 这就是血啊 啊 干嘛呢 我忘了 我还来了吗 我还在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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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鬼话连篇 我是焦之芳 我是李冠宜 资讯 新闻的越发达 让我们知道来自于全世界各地方的各种不同的新闻 也正因为资讯跟新闻的发达 也让我们听到了很多 让我们大家匪夷所思的一些怪现象 就譬如说 单对于这个犯罪上面 就有人有什么恋物癖 甚至还有恋童癖 在恋童癖的过程当中 甚至有些人专门还有那种喜欢去杀小孩子 他觉得这样子的东西可能变得很过瘾吧 就好像是那个有一个也是个金奖影帝 演了一个外国就是很多囚犯 一起在飞机上头逃难了个骗子 对不对 里面是不是就有一个 他就专门喜欢去杀小孩子 我觉得这样子的确让每一个正常人 你听完了以后 眉头都会让你一皱 那这样 就觉得好像时代都变了 其实对 就是这样教哥讲的 就是因为资讯发达什么 所以很多人的怪异性这样就产生 像这种精神方面的东西 就是因为那个时代的进步 所以才变成这么多种 对 像我们的小孩喔 现在甚至你要教导小孩子 如果你放学回来坐电梯的时候 有任何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也在你旁边等电梯 那等电梯来了以后 他进去 你就不要进去 万一在那个电梯当中 上到楼上短短的那么几十秒的过程当中 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办 真不敢担保啊 对啊 就变成人与人之间无情之路 就有些隔阂了 老师 这种东西应该跟灵异的学书 没什么太大直接的关系吗 这方面的东西大部分是比较没有 大部分都是个人一些精神上的 一些毛病的问题 那也通常跟他生长 小的时候生长环境有关 所以比如说有虐杀小孩子的情形 他通常小时候 在这个整个成长过程里头 并不是很好 那实际上在美国有非常多的案例 那曾经有一些很有名的 曾经在他的地下室里头 找到非常多的小孩的尸骨 我知道那中新闻 一百多个男童嘛 对对对对 全部都收集在一个地下室里头 其实这种东西不属于那种 谢老师的研究范畴 这就是个人的行为的问题 应该属于医学的范畴 对不对 对对对 好了 这次我们去的一个地方 故事的背景好像也跟杀害小孩有点关系 对对 那我们这次要去的地方是属于一个公家单位的宿舍 嗯 对 那在宿舍里面当然就有很多的小家庭 那小家庭一多小孩子也就会多 那这些小朋友就会常常聚在一起出去玩 嗯 对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那家长就会发现说 小孩子每次出去玩的时候回来 身上就会多一些糖果啊 饼干啊 有些钱啊 对啊 就是这种东西 那而且还会发现到身上还有大大小小的伤口 对观众现在在我们身旁的这两栋呢 就是两排的这个房子呢 是背景10年以上的公职人员宿舍 而就是呢 曾经满载欢乐的宿舍 因为小女孩的无故失踪 引起了极大的骚动 荒废破旧的景象 不禁令人唏嘘感叹 一个猜测说在这里是不是有很多的船 在里面的船 在里面好冷哦 而且你们看哦 我们从这样看过去 虽然说这两排的已经废弃了 就是这个房子 可是看起来呢 如果说照现代的状况来讲 如果现在没有过去 应该是蛮好的房子 但是我们走进来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寒冷 而且我第一次出来 其实感觉到这么害怕 因为我知道里面的船会很恐怖 我们先走进去看看 有 你看我们店后面有个声音 有 我竟然忘记开我最重要的手电筒 它能这样 你看真的好特别 它这么少有围巾在这边 而且你看哦 现在好像看不到这种旧式的那种 它们好像是手机的那种围巾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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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门动了 怎么晃一下 怎么晃一下 我晃一下 有 有 这个 要把我那个声音 从房子的古旧外观来看 可以判别宿舍的年代已经非常久远 即使尖兵的举动非常小心 但是异状还是发生了 你这样发生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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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门 我看到了 过来过来 好恐怖 这个门就这样 好像从里面有人这样这样推的样子 最好这边破了一个那个玻璃的一个洞口 好可怕 好可怕 门还不进去 啊 啊 啊 门锁了 门锁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是不是它炸锁在这里啊 哎 那个门锁了啦 天哪 这个门真的找不开 而且刚刚它那个门法从里面那个感觉是转动的 转动的 转动的门法是否要向我们展示它的存在呢 任由我们用尽各种方法也无法把门打开 最后制作人财哥只好亲自攀墙而入 一探屋内的状况 这些东西不知道 啊 不用啊 你们一个人这样就跟我摸回来的 而且 我现在自己的脑子已经上去了 不靠 哪边的人 不知道 有那个声音啊 我们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耶 很快不行 要自己玩好了 我会刮 不要啦 财哥好危险喔 而且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造成所有人都搬走 那想必那个一定很恐怖喔 那主持人 巨大的声响 让整个队伍都为之振折 警民们为了财哥的安危 决定派其他工作人员进入屋内一同探勘 拖不来 还要打到 快乐 你还抓一只 你还抓一只 干个一只 真的 小小你的索业 小孩的房間 不過是蠻詭異的 鬼抱 我剛也講了一下說 那個小女孩怎麼離奇失蹤 而且後來連老伯伯也不見了 先走 初步搜查的結果並沒有任何不尋常的發現 疾病們繼續前進搜索 希望獲得更多的答案 接下來會遇到什麼不可知的力量呢 請各位觀眾拭目以待 頭好暈喔 站在這裡 看看地上什麼東西 地上那個什麼東西 哪一個 哪一個 地上門口那個什麼東西 等一下 護罩是不是 什麼 我冰液的那種東西欸 我不知道喔 又來了 又那個小孩子玩具的聲音 而且你看 啊 啊 我在裡面 對啊 好像從裡面想 而且你知道它這個山門詭異的很了 它那個 枝蔓是這樣子攀在山門上面的 好更累 不好意思 好毛喔 不好意思喔 天啊 這是什麼 這是那個 床的那個 在床周圍的東西啊 應該是 為了幫小孩子房子小孩子挖到的吧 對啊 有可能喔 而且它還有燒的東西欸 是有人來這邊探索嗎 還是 這邊你們燒了一個 沒有一堆木炭啊 還有 然後 看一下 看一下 上去看一下喔 哎呀小妹妹 你真的是住這裡嗎 那邊 那邊有聲音 你有沒有聽到 你好恐怖喔 誇張 不好意思啊 這邊有一個木箱子的 就是那個 我告訴你那個床頭櫃的感覺 不斷圍繞在監兵身旁的聲響 只是錯覺 還是有一股無形的力量在指引呢 監兵在搜尋的過程中 有了特殊發現 好圍掉 裡面有鞋子耶 天啊 好古老的鞋喔 秀花鞋 而且還有一個釘子耶 而且好像有修剪樹末剪刀 你看 他已經生鏽了 對啊 天啊 可是裡面我們沒有發現 啊 媽 媽快點 你幹嘛晃了一下 快點我們動他的東西吧 對不起 這看起來好恐怖喔 你還在吃什麼東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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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剛剛那個門晃了一下 我們看一下 好可怕喔 那門可能是風暴喔 我先看一下確定在後面安不安全 傳說中被誘拐殺害的小女孩 是否依然存在在這個空間呢 暗夜裡出現的聲音 是小女孩的惡作劇嗎 金兵們又會面臨什麼恐怖的異狀呢 朋友兄弟骨肉之魚相殘 我不擇手段 這什麼啊 怎麼有這麼怪怪怪的東西啊 啊 啊 怎麼會這樣子 對不起喔 對不起喔 不怪不怪不怪我不拿了 那種剃頭刀 你看以前那種剃頭法德在用的 對啊 怎麼會這麼恐怖啊 好 剛剛那個東西在狂那邊 我怎麼嚇死了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大家 你在這裡 有小朋友的玩具 在這邊 在這邊 Snowbee耶 那些味道很... 怎麼都會臭啊 臭 有... 好臭喔 有個很爛的味道 你看還有蠟燭 對啊 他來了 那個聲音有點大聲喔 等一下 有沒有 補體什麼 什麼 精神生物 補體 我覺得那是不是因為 那個布 等一下 好恐怖 你看這個...這個布 那有人家裡用這種布的 他是不是刻意把這個房間封進來 我覺得這個房間怪怪的耶 而且... 有一些那種... 什麼一些那種... 心靈的說 我覺得... 是不是因為那種... 那種... 那種... 他們是你... 就是受到很大的打擊 或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 欸... 都來了 我覺得他們跟我們很躲 貓貓的感覺耶 對不起 你怎麼覺得他們腳下 真恐怖耶 對不起 煎冰的不尋常發現 似乎說明了 此地真的曾發生一些讓人精具的事件 在一連串的異狀過後 一行人也開始繼續搜查 我進到了這裏前面 哪裡啊 剛剛我在進到這邊...這邊 可是那個... 好像是有一堆那種...他們丟的... 好像是丟東西丟在這邊的地方 這是一堆雜草耶 它有東西亮亮的 沒有...這個越來越大聲 對啊...超大聲耶 好可怕喔...越來越大聲了 好像在那... 啊... 小心 好像在那邊的感覺 我覺得是從這一邊出來 天啊 是這裡嗎 有一群小朋友就是... 他那個小女孩失蹤之後 後來有一群小朋友 他們就是在他們附近家裡的那個... 就是... 那個...裡面玩 結果呢... 他們還看得到這個小女孩的蹤跡耶 對... 是這裡嗎 沒有...我不知道到底是哪個地方呢 你在這邊做一個空檸室啊 是這裡喔 而且你們看... 這邊... 一整蟲的那個...竹林耶 又來...你看... 持續不斷的... 對...在這邊 我覺得那是不是他最喜歡的東西 對... 那個鈴鐺應該是他最喜歡的東西 或者是他帶在身上的東西 我覺得... 然後走路就會... 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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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而且... 其實...當天啊... 他身體應該是有被那個... 老鼻子 當人毛骨悚然的鈴鐺聲 也打斷了劍歷的腳步 傳說中小女孩手中的鈴鐺 是不真的存在呢 我們也決定在此做空頸實驗 以求更多的線索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 就是刚刚听到 那个铃铛声非常非常大声的那个地方 也就是这片竹林里面 其实这片竹林好像是 就是有一堆的那种废弃的东西 都丢在这附近 那我们也不太确定说 到底那群小朋友之后在 就是在这里面玩闹的时候 看到那个小女孩的身影 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去那边嫁个第一 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而且说实在那小女孩的室舍 还没被找到 我们会不会发现 这个命案有没有破 没有破 据了解的话 到现在也都还没有看到她小女孩 李嘉 是什么 王神的小女孩在牵引着我们吗 这边的搜寻又会有何发现呢 广告回来 你千万不能从我 王神真的无敌 优优独播剧场面